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1月24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前首相約翰遜 星期一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訪問時 說歐洲各國在俄烏戰爭爆發前 對局勢有不同看法 約翰遜說有一個階段 德國的觀點是 如果這種災難要發生 整件事快點結束 而且烏克蘭倒台會比較好 我認為這樣看這件事很可悲很悲哀 但我理解為何德國會這樣想 自從俄羅斯普京入侵烏克蘭之後 德國一直試圖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 但德國仍面臨冬天有可能停電的局面 在今年9月宣布2,000億美元的能源救助計劃 約翰遜又批評法國總統馬克龍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幾個星期 還到訪俄羅斯克里姆林宮 約翰遜說不用懷疑 法國到最後一刻還不相信俄羅斯會入侵烏克蘭 直到俄羅斯部隊跨過邊界 在這次專訪中 約翰遜還提到 當時意大利總理德拉格所領導的政府 在有一個階段中只是說他們沒有辦法支持我們所採取的立場 雖然意大利政府早前一直就和意大利共和報港 在這個議題上我們的看法一致 約翰遜再次將意大利的不情願 和意大利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連結起來 約翰遜說 西方很快就意識到沒有辦法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判 有必要採取一個統一的陣線 約翰遜又稱讚 但歐盟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表現非常出色 他說 在我所有的焦慮之後 我對歐盟的所作所為表示敬意 在這個專訪出街之後 德國總理索爾茨的發言人 反駁約翰遜的說法 說這名英國前首相 與真相的關係 一直以來都與別不同 發言人又說 差點想用英文發言 去形容約翰遜的言論是廢話 下一則新聞 英國準備在全國主要機場 常引進3D立體掃描器 去檢查旅客行李 消息說 現在對手提行李 攜帶液體和手提電腦的限制 有望在兩年後逐步取消 美國多個機場 現時正使用這類3D立體掃描器 去檢查旅客的手提行李 技術就與醫院所用的電腦掃描相似 相比2D掃描 行李影像會更清晰 和可以旋轉 更能仔細檢查 英國倫敦希斯羅機場 蓋特威克機場 和百明漢機場 都已相繼引進了同類的3D掃描器試驗 而運輸部門也通知 全國主要機場 要在2014年之前引入3D掃描器 預料在今年聖誕節前會正式對外公佈 引進了3D掃描器後 旅客的手提行李 攜帶物品限制可望取消 目前規定手提行李入面的液體 和化妝品不能超過100毫升 而那些瓶就需要放在指定大小的透明膠袋裡面 過安檢的時候 這些液體和手提電腦 需要由行李入面拿出來檢查 預計到時引進了3D掃描器後 這些限制都會逐步取消 在現行的安檢規定下 不少女客因為沒有把液體 或手提電腦拿出來 或盛載的液體超過限制 令到安檢時間拖長 女客大排長龍 前手上約項信曾經承諾 今年底前 全面在英國的機場 引進3D掃描器 不過受到疫情影響 出入境女客大減 而令計劃押後 在十幾年前 有恐怖分子懷疑將爆炸品 裝入汽水罐 企圖帶上多架客機引爆 所以英國政府在2006年 就引入了剛才說的安檢限制 下一則新聞 歐洲太空總署昨日在法國巴黎 公布上一批6名太空人 他們由大約22500名申請人入面脫穎而出 其中來自英國的前殘奧短跑選手 麥克福爾 將會成為歷史上第一位殘疾太空人 為實現太空多元化賣進了大步 現年41歲的麥克福爾 19歲時在電單車意外中受傷 右腿截肢 在二支協助下成為短跑選手 在2008年北京殘奧 贏得100米短跑銅牌 麥克福爾目前是創商和骨科專家 他在未來2-3年將會參與研究 給歐洲太空總署評估殘疾太空人的訓練 太空衣和太空船要如何調整配合等等 麥克福爾說 我感到無比興奮 我為通過恩選感到自豪 對我來說是一個好像旋風的體驗 作為一名截資者 我從來沒想過能成為太空人 我只是感到無比興奮 我對未來充滿期待 我希望能傳達給未來世代的訊息是 科學是為每一個人而存在 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到太空旅行 計2009年後 歐洲太空總署上年2月再次開放太空人申請 收到更多女性和257名殘疾人士的申請 歐洲太空總署表示 今次因選不分性別、種族和膚色 為實現太空多元化賣進一大步 麥克福爾就希望透過自身的經歷鼓勵其他人 下一則新聞 早前有至少4名記者 在採訪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示威時被拘捕 英國首相新委成 和多名高級警官就強調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要求哈特福德郡的警察局局長霍爾 進行獨立調查 和被劍橋郡警察局總警司哈欽森調查 調查發現今次拘捕記者的事件 是由哈特福德郡警察局指揮 他們制定了一項叫做青銅的警務計劃 當中沒有考慮記者或在現場的可能性 調查小組認為 這種做法沒有區分開不同人 也都未考慮到權利的平衡 有證據表明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十條 他們拘捕記者可能構成非法干涉個人的言論自由 劍橋郡警察局總警司哈欽森就說 現場的警員不能夠只是根據高級警官的話 行使逮捕權 除非上級能夠傳達足夠的資訊 令自己提出合理的理由 但今次的證據表明 警員受指使行使權力前沒有充分理由 記錄片製作人費爾蓋特 攝影師鮑爾斯 和倫敦廣播公司電台林奇 都表示收到警察的道歉信 道歉信中 警方承認這次明顯是警方犯錯 警方犯下了不應該犯的錯 在今年11月7日 環保團體 在Just Stop Oil的示威者 在英國M25高速公路抗議 封鎖M25部分道路 而去到11月9日的早上7點 有大約15名環保團體的示威者 在這條英國其中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上 爬上路標塔架 導致交通停敗 下一則新聞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早前宣布 將針對蘋果和Google 是否以他們的優勢 主導手機市場發展著手調查 其中包括 是否在手機瀏覽器和遊戲市場 有壟斷的嫌疑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說收到很多開發者和公司的意見 說他們在設計內容時 經常受到蘋果和Google 設下規範限制 所以希望透過調查 去釐清蘋果和Google所提供的平台 是否在利益、回饋和限制之間有合理的平衡 並且將會進一步以調查結果來決定 是否要求蘋果和Google進行改善 根據目前的統計數據顯示 英國在2021年入面 有97%的網絡操作項目 都是透過蘋果或Google的瀏覽器進行 同時這兩家公司提出的 行動作業系統在遊戲市場也有不少影響力 加上目前手機作業系統幾乎都是由蘋果和Google 佔據了絕大部分市場 所以開發者和公司明顯很容易在設計發展 面臨受限於蘋果和Google所提出的規範 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認為 這樣的情況自然會影響英國境內的市場競爭公平性 尤其可能不會限制英國在地技術發展 甚至造成創新阻力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